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驾 现在需要乱起来 咱俩动不动就吵架 已经造成了蒙虎英干部之间不合的假象 难道你没听说过他叫十一 没人能证实赵清廉的话 应该不会是他 是给予你的判断 还是因为他是你的妻子 这千头万挂的烂菜花 我跟你说 等要是我把他给揪出来 我跟他 我扶 我我我我夹死他 我把他给摁地上 我 你你什么你呀 你喊什么呀 你这你你你你 你的能解决问题吗 你这结巴什么 哎呀 要我说 咱们也应该换位思考一下 你想想看 人家毕竟是女人 结婚到现在 别说回家过夜了 咱连人家根本就没回 你想想人家能没有情绪吗 哎 你可千万别跟我说是我们好不好 我记得你可是回家过过一次夜 我记错了 你是理解他们啊 不想办法你 万一这个杜鹃花就是你家那位 哎 到那个时候你还能理解他吗 嗯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坚信我家白露不是 我也坚信我家赵青莲不是 那你在这儿跟我做这种假设干什么 你没事嫌得吃饱撑的 不是你一个营长 你你什么皮奸你呀 我就这样 行行行行 我不跟你说了 对不起司令 又一次让革命党从我面前逃脱 是我失职 是 想要江湖补固 看来你只有选择自杀这一条路了 武林 文芳 也被革命党杀死了 没有 对方留下活口 只是告纪他 不让他和我们一样 再提日本人做事 问过话以后 就把他放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革命军接触上了原方 说明叶百合已经暴露 那么原方和叶百合 就没有活着的必要了 还有 他派到革命军驻地的那些街头人 也就失去了意义 一旦被革命党抓到 那就会泄露更多的情报 做好这件事 我就可以放你一条生路 能做到吗 那我亲自去办 那我亲自去办 五平山小到了就是这儿 那天啊就在这条巷子里 你看就是在这个地方 你看就这儿就这儿 那个革命党就在这儿问我话 你们什么位置 是什么什么位置啊 革命党问你话的时候 你俩是怎样站的 那天就在这儿 我还站在这个位置 那个革命党就 就问话那个人就在您的位置啊 就这样 您别生气 别生气啊 我明白您的意思 还原现场嘛 还原现场 抓住我那天 您实在这儿 实在这儿 抓住我然后往后推 好好饶命 好好饶命 别杀我 别杀我 事情经过就是这样了 问完话之后呢 那个家伙他就走了 很好 很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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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来来来 怎么不走了 我们还要尽快赶路呢 好想有军阀 军阀 哪有军阀 啊 请出售露条 是杨连长他们 打开路上 杨连长 你们可算回来了 营长他们天天盼着你们呢 于队长怎么了 我们也不清楚 看我少侠 不要犯过任何一个身份可疑的人 是 刚才那人呢 知道啊 快快快 快点 怎么回事 路上遇到巨发 小心点 别打车了 快借一下 抓住他 你别在这儿了 赶紧去叫营长 快快快 快 走 走 走 慢点 小心啊 快点 军医哪儿 军医哪儿去了 李医生和其他三名大夫 去三连给战士们看病了 这儿没有医生了 你们都在啊 我在大门口 就看见有同志受伤了 白大夫 这不余队长吗 他出什么事了 我家叶子怎么样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扯这个 嫂子 啥也别说了 先给他处理伤口 营长马上就过来 好 就地手术 好 把他武装袋解开 白大夫 我家叶子 最近怎么样了 来 营长 赵队长 怎么样 三路作战计划都送过去了 去主任安全吗 都送过去了 非主任也安全 但是 于华清说啥了 护同他的领备战士 写成了 大的功劳 你先去看看怎么回事 我随后就到 你可回来了 告诉我 情况怎么样 是一百合 这多亏是救得及时啊 是不是 营长 你可不知道 多亏了你们家白大夫了 不对 白医生 还有杨连长 那个 营长 我们家叶子 情况怎么样 白鹿说 于华清因为失血过多 暂时昏迷 子弹打穿了他的肩膀 那个 我们家叶子的 有 杨道志 要 你们是在哪儿 发现的余花江 我们在回来的集合点 没等到他们 就沿途找了找 结果就发现那儿遇害了 行了 大家都辛苦了 你们赶紧回去吧 赵队长 赵队长 我们回来的时候 在少强那儿 看见一个男人 挑着酒摊来过 咱们驻地有人订酒吗 咱们营部的酒 都是老百姓送的 没有战士在外面订酒 去告诉各个少强 没有路条 和不是驻地的老百姓 都不能随便放进来 现在这个时期 我们要小心军阀派来的密探 去吧 是 是 宇华卿身上的作战计划没了 宋达的两名战士牺牲 也就是说 无法确定是宋达是不 还是被接走 问题严重了 我们必须得想一个应对措施才行 营长 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事件 那屋里的人呢 屋里呢 营长不让出去让我锁起来了 甜妞 我 我问你个事 你别介意啊 那得看是什么事 你跟叶百合性格完全不一样 你们是怎么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的 这沙龙又不是什么皇亲国戚 你真就这么爱他 你的意思是 我跟沙龙不合适 也不是啊 我就是觉得他配不上你 这沙龙就是个操老爷们 而你呢 精致地跟个大家闺秀一样 你是怎么跟沙队长走到一起的 赵队长没有告诉你吗 你也不用装作什么都没听见 我跟他都这样了 他还能跟我说什么呀 赵队长 怎么了 你开什么呢 没什么 进屋吧 我跟你说说 我跟沙龙的事 走 土沙蛋呢 晚上你在这儿值班陪着于花去 我得个去 我说你咋能安排我呢 我这回来以后连家都没回过 你不问候问候也就算了 我还没来得及回家看我家 去看谁呀 叶百合的问题还没弄清楚 你能去看他吗 再说 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 你别老 你别老拿组织洋人 你别老拿我 好 我在这儿盯着他没问题 可是我们家叶子 你真是个老婆迷 什么叶子叶子叶子 不对啊 你为什么老提你们家小叶 不提甜妞儿 你不是总是跟我说 她也是你的女人吗 你很关心她吗 我当然关心她了 她又是丢了我更着急 我绝对三尺 我绝对三尺 你当人家死了 你 好了好了 都赶紧回吧 好多事情还等着处理呢 对不起啊 白露 你看 我这都忙得忘了问你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来给甜妞拿配合针灸的药 正好医院里没大夫 我就来帮忙了 余花青没事了 那你也跟我们回去吧 接着给甜妞针灸 好 崔主任和余花青 分别去送作战计划 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 余花青怎么会出事 我觉得 必须尽快查清此事 等到清醒后 我会马上查清楚 真是奇了怪了 你说是个人 怎么受点伤就马上昏迷了 点妞儿 叶百合 现在又轮到余花青 你认为他们的昏迷都是真的吗 我怎么就那么不相信 你的意思是说 他们其中有的是装的 你说呢 那如果他们要是装的 那白鹿应该能看出来呀 都要离婚了 你说你们俩回家还怎么缓结啊 你这跟我说什么呢 咱俩现在谈工作呢 你给我扯哪儿去了 你的思维跳跃得也太快了吧 说什么 好 好 清莲 坐下 老老实实地坐下 叶白河 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 你是武昌奸商原方的人 而原方 受军阀老郎和武平的摆布 他们又在为日本人出卖情报 所以 你也可以算作是日本人的密探 而且你那么着急冲少侠 就是想完成原方交给你的任务 给他提供有关我们革命军的消息 城外等待接收你情报的 是个卖旧的 而且我还知道他的名字 他叫傅德彪 我在城外看到街头人啊 跟原方描述的一样 叫傅德彪 我没有懂他 你做得对 留着他 也许还有用 我们已经抓到了这个人 不 我不认识什么卖酒的 你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 你的表情和举动已经说明了一切 而且傅德彪已经招供了 你快承认了吧 你不会愚蠢的 想让我们把他带到你的面前 和你对峙吧 你说你捡了甜妞的东西 如果仅仅是捡 那为什么甜妞来跟你要东西的时候 你却不还给他 还对他下私手 我求求你们 不要再帮我关禁闭室了 我真的 我实在是不想再进去了 不想关禁闭也可以 那你要把你的事情 详详细细地告诉我 是 是原分安排我跟沙龙认识的 他说 沙龙迟早有一天会离开武昌城 到时候只要跟着他 把他的新地址 和所有的事情告诉他 他就会把孩子还给我 什么 这 你都已经有孩子了 可怎么都没听沙龙说过呢 因为孩子根本就不是沙龙的 是你和原方的对方 对 为了孩子 我只能这么做 那你为什么要拿走 甜妞的密码 因为我知道 那个比命都重要 我想拿他换回我的孩子 那你怎么和原方联系 只要跟着沙龙走 原方就会知道我们的位置 他会派人一个月来一次 到时候可能会打扮成 卖酒的 算卦的 交书的什么的 如果来的人要是进不了驻地 我就得想办法离开 那原方有没有给你起个假名字 或者说什么绰号 绰号 我 我不明白什么意思 你们每个月见面的时间固定吗 每个月初一的后五天 如果等不到我 他们就会走 有街头暗号吗 杜鹃花开一百年 我从东土大堂来 这 什么暗号啊 这么滑稽 太有意思了 问你什么情况 这么严肃的场合 你还笑出声来 这不应该对 我告诉你啊 今天的话 你就当没听见 给我拉在肚子里 知道吗 这不应该对 对了 我们只派给大弹宫一个牌的战士 他人手够吗 救出孩子就回来了 又不会跟军阀正面作战 足够了 现在叶百合的事情有了眉目 缩小了我们找杜鹃花的范围 可我们无法确定叶百合就是杜鹃花呀 是啊 杜鹃花既然能藏得这么深 不是吓唬他几句就会招的 那到底谁是杜鹃花呢 这都什么事啊 原本我以为到你们革命军这儿能清静点 你瞧瞧 我才来几天哪 这都出了什么事啊这都是 小疙瘩丢了 我家叶子被劫了 现在连你也躺在这儿了 你说他赵施蕾怎么就活蹦乱跳的 也不出点啥事呢 你想让他出啥事啊 营长 你没走啊 我走了你就可以胡说了吗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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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幸亏是让我听见了 如果让赵队长听见了 你说他会怎么对你 我 我不怕他 他到现在还关着我们家叶子呢 这不能没完没了的呀 不是我说营长 这你可得劝劝他呀 他对女人也太狠了吧 一个大老爷们他不能干这种事啊 赵队长 你了解你家叶白河吗 瞧你这话说的 我自己的老婆我当然了解了 了解多少 她的过去傻样 家里有什么人又是干什么的 这些你都了解吗 啥意思啊 意思大了去了 实话告诉你把屠杀蛋子 你不能见他了 知道他接近你是为什么吗 接近我 当初是我在歌舞厅 看见他被一帮流氓挑衅 然后我把他给救了下来 怎么就成了他接近我了呢 人家这是预谋好的 是有人安排叶白河 与你意外认识 因为你给我们提供情报的事情 早就暴露了 老郎知道你的底细 你投诚过来 是军阀故意放你走的 好让叶白河跟着你 就是想通过叶白河 将有关我们革命军的情报 传递出去 你在武昌城里的时候 真不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了 怎么可能 我是因为弹药库被炸的事 我才猪脑子 即便没有弹药库的事情 老郎也会找别的借口 逼你来投诚 因为敌人看重 只能利用你把叶白河送过来 得到更多的情报 给你们传递情报的事 只有我和牛四金知道 这事叶白河他不知道啊 那是他出卖了你 不可能 牛四金是我的生死兄弟 这很多情报就是他搞来的 也是他送出去的 要是没人出卖 武昌城里怎么会有人知道 你早晚要离开 我现在真的怀疑你 投诚过来的事情也有诈 自从你们来了 我们蒙虎营就破事不断 你说说看啊 小哥的到现在是活不见人 死不见事 你看看 这于花青还躺在这儿 不省人事 难怪早前我提供的情报 老出错 原来是我暴露了 不是 那这些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这事你应该问问你们家那辈叶子 你应该问问你们家那辈叶子 嫂子 多少吃点吧 人是铁 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的话 吃点吧 要不这样 我把饭再搁这儿 别一会儿凉了 凉了就不好了 拉肚子 好不好 行了 哪儿那么娇气 吃不死人啊 那肯定 嫂子 你看啊 这饭菜可香了 要不我就先出去了 你呢 帮忙劝劝 我先走了 大嫂 我走了 还想吃饭 我告诉你 要不是咱们革命军优待俘虏 我早就收拾你了 居然敢替日本人做事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就是个美国贼 我从来都没想过为日本人做事 是原方拿孩子威胁我这么做的 我真的没想到他在为日本人卖命 是原方他一直威胁我 那也是因为你瞎了眼了 都跟他成亲了 都不知道对方是个卖国贼 还给他生个孩子 叶百合真是个失败的女人 可孩子是无辜的 我要不这么做 当我杀了我孩子的 你还敢跟我吆喝 信不信我真收拾你 你以为 你做女人就不失败吗 连自己男人的心都拢不住 还教训我 你 不许你胡说 我没胡说 你们俩 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跟你就是一路人啊 我们是革命军的人 不仅是夫妻 还是革命的战友 你们都没同房 算什么夫妻啊 连觉都没睡过 你还敢跟我收夫妻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他连碰你都没碰过你 说明他根本就不爱你 你住嘴吧你 我们夫妻的事情 不需要你来管 看你这紧张的样子 我就知道 其实你心里是很清楚 这一点的 你呀 不过就是单相思吧 他不爱我还能爱谁啊 我们猛虎营里就没几个女的 我就不信 可还能去爱别人 你呀 还是太单纯 根本就不懂男女之间的事情 当我看你家赵世磊 看甜妞的眼神的时候 我就知道 他们俩的关系 没那么简单 你瞎说 你可别忘了 甜妞曾经也是 杀队长的女人 拉倒吧你 自打我认识的这个甜妞 我男人根本就没张过她 这第二章是在明长 他们家的外墙上的 你们说 这是谁画的呀 是啊 没事儿 画杜鹃花干什么呀 不是你画的 我要是能画成这样 我早当画家去了我 咱们蒙虎营里 还有谁画画能画得这么好呢 对了 对了 我那天看青莲画黑板报 她画得就很好 行了 百露 接着给甜妞针酒吧 嗯 沙队长 嗯 我们可以带你去见见叶白侯 好 叶嫂 对了 你这是怎么乱 你就不能把你知道的 都说出来吗 他们难道没有告诉你吗 应长说 还是让我从你的口中亲自得知比较好 怎么来呀 你倒是说呀 你别让我着急好不好 好 龙儿 你爱我吗 你说什么傻话的 我当然爱你了 我从见你的第一刻起 我就爱上你了 可是 可是我怕你知道真相后 就不爱我了 我怕你了 啊 我怕你了 你不怕你了 还好 你怕我 你不怕我 他就不怕我 你不怕我 你不怕我 我怕你了 这就是你要的真相 我跟别的男人早就有了孩子 我是个不干净的女人 中国人眼中的卖国载 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罪有应得 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 要伤害任何人 我只是不想失去我的孩子 我承认 最先开始我接触你的时候 只是为了换回我的孩子 可是后来 我才慢慢地发现 你是个好人 一个值得托付的男人 我就渐渐地爱上了你 我 对不起 我不应该再向你说这些了 我已经没有脸再见你了 我也知道你不会再要我了 可是龙儿我指着天下你发誓 我爱你 我真的爱你 我害怕失去你 对不起 我已经没有自个 再下去说这些话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先不认识了 他就是 他不是 他 must 他 决定 他 决定 他 他 决定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你的过去是什么样子的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不在乎 我从见到你的第一刻起 我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你 我告诉我自己 你是我今生唯一的女人 所以我不管你犯过什么错 革命军又会如何处置你 坐牢也好 杀头也好 我都不在乎 我都会把你的名字 深深地刻在我沙龙的心里 我只要你好好地活着 你是我沙龙 今生唯一爱的女人 我让大弹弓进城导弹消息 驾 你又让大弹弓独自行动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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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为了等城里传回消息吗 不信你居本没赢着 这种生活会过去的 那你到底想要怎么样吗 不如散火 我们离婚吧 我告诉我自己 你是我今生唯一的女人 所以我不管你犯过什么错 革命军又会如何处置你 坐牢也好 杀头也好 我都不在乎 我都会把你的名字 深深地刻在我沙龙的心里 我只要你好好地活着 你是我沙龙 今生唯一爱的女人 可老朋友没缘走 阿姨 不要 龙儿 离开我吧 不要再见我了 你不能再要我这样的女人了 但是 有你这句话 我叶百合就算死了也心甘情愿 你 你现在是革命军的人了 你不能再要我这样的女人了 离开我了 去打军阀 我不想再伤害任何人了 行了行了 别哭哭啼啼的了 谁也没说不能要你这种女人哪 这人心都是肉掌的 我们革命军也有感情 也有七情六欲 是吧 百合 只要你悔过自心 重新做人 戴罪立功 我们革命军依然是接受你的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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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 我过去看看 什么情况这是 对不起 对不起 赵队长 你怎么来了 那个那我我我我不是故意的 刚刚刚刚才那么大声 我还以为出啥事了 甜妞对真痛比较敏感 刚好我扎的那穴位 又是痛感比较强的 她没忍住就 好了赵队长 现在没事了 你可以松开手了 走 松主 这这这她不像你 咋还怕着真的呢 这 你说什么 不像谁 我这装不像 不 不想她她她她叫那么大声 好了 我现在没事了 谢谢你 你可以出去了吗 对对对 我马上出去 你 你 必须要把子弹取出来 对对对对 你说得清楚这个时候 我到哪儿去给你找大夫去 你就是大夫 按我说的做 我说我说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咱俩可是假结婚 我一个大老爷们可不能占据花花大闺女的便宜 里面看见啥了 没看见啥 我 我不是听见有动静吗 我已被出啥事了 这梅营长怕是也听见动静了 怎么不见人家冲进去啊 你可别忘了 你口口声声说 跟人家沙队长是兄弟 但所谓 朋友妻不可欺 你可别做出什么对不起兄弟的事情 够了 我是无言浪语你这是 你说话注意分寸 什么思想这是 你想不想入党了 别上纲上线呢 我思想好着呢 还不如问问你自己什么思想 以为那人就让你这么挂心啊 你有本事咱俩到外面出去 你说你在这个地方扯什么四方话吗 你 青莱 你听我说啊 青莱 走开 我跟你说的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我 青莱 你 你 太不像话了 一点规矩都没有 哪还有革命军的样子 一个革命战士怎么能这样 做妻子的对丈夫就应该言听递从 你给我站住 你站住 走 我玩家 革命军在这一带没有价格 看来一切正常 奋斗行动吧 千万不要引起革命军的注意 明天这个时间还在这里会合 散 今天你别生我的气 我都跟你解释了 我是怕出现意外才跑进去的 我这 而且我真的啥也没看见 不信你回头去问白鹿呢 千万别生气好不好 静雷 你看看你 你这勒马刹车的 也不说一声 还说什么 再说我也还是那句话 你关心别的女人 都不关心我 你看看 你老说我关心别的女人 我啥时候关心别的女人了吗 我 我这不 我这都说了一路了 我那不是爸出现意外吗 是不是 我 啥叫意外 阿的医生那就是意外啊 那散伙算不算意外啊 我说了散伙的事我不答应啊 你说说你这是弄的哪出嘛 我跟你说 甜妞呢 她懂发报 你说小哥的失踪后 她至今人没有找到 我们总不能把那个发报机 变成铁哥的吧 是不是 还有啊 这营里要跟上级联系 那必须找到一个会发报的人 是不是 甜妞呢 正好是这样的人 除了她 那这营里也没有第二个会发报的了 你说这些情况 你都是知道的是不是 你真是为了革命事业 而不是心里有其他想法吗 天地亮心哪 我对别人家的女人 能有什么想法吗 甜妞只要一出现在你面前 你的眼睛就没有离开过她 难道不是喜欢上人家了 我 我 我怎么会喜欢她呢 我真没那么想 我要是那么想了 我天打五雷轰啊 青薇 我 不对 是不是你就就这么想的 你 我看你的眼神 我就知道你就是这么想的 是不是 我的招干事 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 我可没这么想 最好没有 以后要是有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 孝心无关你几笔 有本事你就乖乖 你看看 你看 你看 你这是什么态度吗 我跟你说啊 你要是不服从命 我可真管你这屁啊 你要是拿官职来压我 那我也只能服从命令 有态度就好 走吧 赶紧到作战室 给我画画 画画 你这张画画的也太难看了啊 你就不能给画一张我刚才给你看的那张画吗 就是上面是那样的 你再画一张啊 你到底想要啥样呢 就是那样的嘛 这不都 这不就这儿 这儿有个叉是吧 这这儿这开朵 开朵小花 那那上面画画的有个 这这这这这这个小花锅子 就是那样的 你再画一张 你比划这不美啊 这结构这么严肿庞大 一点都不美 啥美不美的 我让你画你就赶紧画嘛 行行行 赶紧画吧 到父亲 海星 海星 观看 江星 海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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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俩咋了这是 没咋 行 走吧 赶紧回去 啊 你把我拉到这儿来 就是为了让我画画 是这样啊 你画的这幅画啊 对我们搞清楚这个叶百合的事情 非常的重要 接下来呢 你要看好叶百合 这是党组织 交给你的非常非常重要的 革命人 不仅要照顾好他 而且还要防止那个吐沙蛋子 在暗地里 跟叶百合见面 我就不明白了 当组织为啥老把看人的任务交给我啊 我又不是少兵 又是我怪话是吧 淘气 这简直是一模一样啊 你说 看啥呢 淘气 这种词 亏你能说得出来啊 赵实蕾啊赵实蕾 你有些时候真的挺可怕的 你糊弄人的鬼点子 真是层出不穷啊 行了 你就别挤兑我了行吗 都傻时候 你 你看看他画的 说吧 让叶百合去接头的方案 你同不同意 你 将敌人全部拿下 我当然同意 而且之前我也争得了 叶百合本人和沙龙的意见 他们也都愿意配合 他们还敢说不愿意 你看看 你看看 又来了 我呢是 好好好 去去去去 我态度有问题 我思想不够端重 我我我脑子有毛病 我我错了行吗 你什么态度啊 那你 我这不是着急吗 你看看清联把画画的 这也太像了 现在就看敌人 少的时候出现了 你知道吗 也是 这还是很不错的 最后 没有选择 让开玩意 你不得看 像是 被人 那是 说 它不得了 让开玩意 咱们 不是 封面 封面 没 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武平上校 您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叶百合出现没有 没有 我一直在这里等着他呢 您放心 只要他出现 我们一定会得到情报 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 叫我三个 看见那座山神庙了吗 我负责在那儿街头 其他两个人呢 在什么位置 不知道 为了安全 我们不能在一起休息 但是街头地点 一个在城南少恰 另一个在北城门 这么说现在是休息时间 他们都在不远的地方 那是 走远了一步安全 再说 走远了一步 在城市里面 在城市里面 帅哥 高线 后来 13 我 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伍萍少秀 你怎么在这儿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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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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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十一 赵十雷 他们会是一个人吗 无论如何 得想办法尽快查清此事 就这 嗯 如果杜鹃图案出自一人之手 那画画的人可能就是杜鹃花 那画这个又是为什么呢 难道是想给叶百合传递情报 应找你帮我想想 院子里出现杜鹃花图案的时候 是不是每次清莲都在场 就因为她也能画成这样 你就怀疑赵干事 不是怀疑 但不能因为她是我老婆 就不调查她 毕竟我们就叶百合那般 清莲的动向和回院的事件 依然无法确定 但是如果不是她 还有谁会画画呢 只爆不住火 敌人总会露出马脚的 叶百合不就让我们抓到了吗 遗憾的是 大旦宫提供的情报 依然无法确定 叶百合就是杜鹃花 都说三个女人一胎戏 咱这宅院里 一共有四个女人哪 相信我吧 一定会有大戏好看 营长 事情到了这份上 我想把杜鹃花的事情 告诉沙龙 你没意见吧 崔主任可没说能告诉她 崔主任也没说不可以告诉她 你别忘了 在沙龙的队伍里 也有能人 你是说 明白就好 明白就好 我不明白啊 明白啥呀明白啊 你 你猪脑子呀 我说得这么清楚了 你还不明白 不可能啊 老狼早知道你在出卖情报 完了还不杀你 还拍着巴掌说 沙龙兄弟 你还要什么情报 我全都告诉你 你说她是不是傻呀 你骑在老狼脖子上撒野 她装作没事似的 完了没意思了 不好玩了 故意把你放了 你带着一票人和革命军去打她 闹笑呢 我要是猪 她不是傻猪了 图啥呀 她主要是利用我家 谁呀 咋了 我明白了 她想利用咱们这些兄弟 去打探革命军的情报 然后给她送信 啥意思 你发现咱们兄弟里面 有想投靠军阀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哥 我怎么可能怀疑咱们的兄弟呢 咱们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 去当土匪都不会投靠军阀的 我知道这么可能 可这事偏偏就发生了 你说我 哥 说到咱们这帮兄弟啊 我差点忘了告诉你件事 你之前不是让我打探弹药库的事吗 尽管不知道弹药库是谁炸的 但是我打探出来别的事 之前咱们被军阀伏击的路线 是赵实磊下的命令 被伏击完之后 赵实磊带着一帮人 把军阀的小队给吃了 哥 你说巧不巧 会不会是赵实磊故意使得记忆啊 故意让咱们去吸引军阀的火力 一是考验咱们的中心 二 想削弱咱们的兵力 哥 想啥呢 你说对吗 沙队长 赵队长说今晚你陪霍华清 差不多该去医院了 走吧 回度再说 走吧 两位领导 你们都在啊 那个 我 杨大致女乱叫啥呢 什么就两位领导 这哪儿来的两位领导 这么没规矩 营长队长 对对对 我这不叫着顺口吗 杨顺口 我叫你山羊还顺口呢 你能答应吗 毛病 赶紧赶紧说今沙山 那什么 崔主任回来了 我来自并权 对不够签 决定回来 杜鹃花 接应人已到位 速将情报传递出来 否则孩子性命不保 直系军阀近期 要攻占革命军的驻地 让他保护好自己 原 删除最后一局 对不起 你不能进去 营长有命令 我暂时可帮小疙瘩的忙 营长有命令 他可以随时进出 放行吗 是 请 写得还挺好 坚哥 走 走 走吧 建立 干上 干什么呢 快快快过来 刚才是你喊的 我这正琢磨事呢 刚走到这儿 这被人从后边给我一脚踹倒了 有人踹呢 不是 谁啊 我要是知道我能放过他 多少单子 你说你长得傻也就算了 你不能真傻吧 现在杀手 现在是关键时期 任何突发状况 都有可能会引起老大的麻烦 你不知道吗 不是 我就不明白了 你这是想啥伙气大事呢 还能让人白踹你脚 我们国民革命军的组织纪律性 是很强的 不可能有战士会 敢出这种事情 对 你得仔细好好想想 会不会你手下的人 在跟你开玩笑 怎么可能 你见过哪个小弟 敢揣老大开玩笑的 多少单 你头证过来多久了 还敢在这儿满嘴胡说八道 不是你是黑帮还是土匪啊 还大哥 什么大哥 这里要么是战士 要么是民兵 要么就是国民革命军的干部 哪儿来的老大 谁是老大 你不也老叫我土杀蛋子吧 怎么 革命军的干部 就敢那么说啊 行了行了行了 你们俩说话多注意点 好了 回头 我帮你找人查一下 是得查 我也不能在自己住地里 就被人更莫名其妙踹了吧 要我在军阀那儿 我等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也可以刺你 把人家费得很的 行 我也是 要是里面再爬到 小弟儿 我让你坐在那儿 那边 你猜一下 你自己这么急 站着 别动 你摸啥呢 不是 干什么呀 往哪儿摸 来 这 你没事还戴这个 这不是我 我一大老爷们儿 没事戴一镜子干啥 这 这不是我的啊 我明白了 刚才那个人踹你 又不能让你看到他的真面目 其实 他是想把这个东西 传递给你 给我 传递一个镜子 干啥 是传递给叶百合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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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想找到石仪 只有想缺乏 了解有关石仪更多的情况 你没错过一个联络日期 我就会枪毙一个战俘 要是你暴露身份 或者说出了不该说的话 我会把他们全都处死 姥姥能用这种办法 把我送到这边 同样也能安插别人 这里一定还有缺乏的言行 绝不能让人知道 我的真实身份 不然弟兄们会因我而死 但仅想其他办法 感谢观看 他醒了吗 不应该啊 枪伤不应该昏迷这么久的 你帮我把他的脚抬起来 于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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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没事吧 于队长 于队长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所以简于这种情况 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我们还是想听听您的意见 我没走几天 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不过根据你们出的点子 总部针对于花卿丢失的作战计划 制定了一份详细的作战部署 只要军阀上钩 这份假的作战计划 就会给军阀狠狠一揭 来来来 坐 我知道 我知道 抓不住杜鹃花 部队再打胜仗 你们也打不起精神来 沙龙被人袭击 你们的四位妻子都有重大嫌疑 对吧 首长 首长 我沙龙只有一位妻子 那就是叶百合 首长这个用词 是不是有点不大恰当 对对对 是我疏忽了 我给你道歉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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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 这个沙队长啊 我们把杜鹃花的事情 告诉你 是对你的信任 但是同时我要提醒你 在我们没有抓住 这个叛徒之前 你要对这件事情守口如瓶 包括对叶百合 这是死命令 您放心 我肯定对谁都不会说的 而且我还要帮你们 把这个人给抓回来 要不然连我自己也洗不清 是吗 但我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 难怪你们二位结了婚 都不能回家呢 我懂 都是大老爷们 我十分能够体谅 你们二位在这个身体 还有精神上受到的双重打击 真是难为你们俩了 好了 赵干事在街上忙着 达到军阀的宣传工作 应该有很多证人吧 对 但是期间他们难免会分开 我已经派赵建刚去深入调查了 我问过白露 他说去照顾余花庆 但从宅院到医院这段时间 却无法核实 为什么是白露那军医呢 李医生到三连联部去处理紧急患者 到晚上才回来 而叶百合在宅院没有出去 有战事保护 所以镜子是件嫌疑最大的 是我们的妻子 也不能排除天妞 赵建刚故意放他进指挥部 他却直奔机要使 这足以说明他有问题 而且他发现 有人已经接收过电台信号 小疙瘩的事满不住了 是我出的点子 还是让我跟他结识吧 老郎在电文当中 毫不隐晦地提起杜鹃花 那就说明他极力想让我们相信 这个叛徒就是叶百合 我同意你们的方案 就让叶百合去送情报 将计究计 再给老郎一击响亮的耳光 但是要绝对保证叶百合的安全 是 怎么啦 还有谁会画画呢 我看你家青莲画黑板报 画得就很好 这也太像了 也不能排除田妞 他去指挥部 却直奔机要使 足以说明他有问题 我问过白鲁 他说去照顾玉花经 但从宅院到医院这段时间 却无法核实 所以镜子事件 嫌疑最大的是我们的妻子 原方派去和叶百合接头的人 全都失去了意义 尽管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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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